- 大家好我是RenRen - 我是JerHen - 沒錯我們現在人在長崎 - 因為我們是坐郵輪來的 - 如果你們來長崎必吃必玩的 - 有什麼點呢好不好 - 跟著我們去玩就知道啦 - 對然後我們這次是包車一日遊 - 對 - 我們第一個來到的地方就是這個 - 道佐山的展望台 - 聽說這裡的夜景是不輸韓館的 - 日本國內也是非常有名的夜景地 - 可是我們來不及看夜景 - 我們去拍貝克牌的外景 - 讓你去Lessgo - 讓我們郵輪就在那裡 - 這裡可以坐電梯也可以走室內 - 或是室外的東西 - 也許可以走室內或是室外的東西 - 這裡可以坐電梯也可以走室內 - 也許可以坐電梯 - 也許可以坐電梯 - 也可以走室內或室外的東西 - 寮王涵這邊 - 還有一間餐廳 - 如果你們有時間也可以來這裡吃 - 在這個夜景巷吃東西一定是很棒的 - 好 我們到這個山裡 - 360度的展望旅台了 - 它這個都會有對應的環境 - 我們先帶大家繞一圈 - 看看這樣子 - 這裡的景點多漂亮好不好 - 說到長期呢 - 大家在歷史上對它最大的印象 - 也是維爾被原子彈爆過的城市 - 在長期呢有很多這個圓爆的一些紀念館 - 跟紀念公園 - 這相對就比較沉重 - 這場不是旅行裡面 - 我們就沒有特別的安排 - 那另外呢長期呢 - 是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這個貿易港口之一 - 所以呢在長期港口的附近呢 - 你會發現有非常非常多歐洲式的建築物 - 還要跟你們分享一下長期夜景有多厲害好不好 - 在2021年長期夜景與上海摩納哥一起被選為世界新山大夜景 - 這是它2012年之後第二次被認定 - 2022年呢它與紮黃北九州一起被認為日本新山大夜景 - 一定要來看看好不好 - 必然 - 我們今天帶給你們白天的景色 - 夜景呢就由你們自己來探索啦 - 這邊是山跟市區跟港景 - 經過這座橋之後 - 我們就看到美麗的海景了 - 然後那座橋就是女神橋 - 上面還有這個老鷹在飽翔 - 我覺得這一面是它觀景台最美的景 - 整個長期都收納你的眼底耶 - 我可以想像晚上也很漂亮 - 白天其實也很美啊 - 現在要去坐纜車啦 - 纜車跟展望台就在旁邊而已 - 纜車有分兩種樣子 - 一個是這種 - 一個是這種 - 它的路線不一樣 - 這樣子 - 開始一左一右 - 先坐這個 - 十路旁 - 要舒服一下嗎 - 還蠻快的就上來了 -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來坐這個網車 - 因為它風景很漂亮 - 它的高度大概跟東京鐵塔一樣高 - 它是360度環境的軟車 - 這個短的軟車我們是坐來回的 - 我覺得你們可以選一個坐就好了 - 因為它的風景很漂亮 - 可是應該差不多 - 超紅色的 Saraki市總統和安妮廣場 - filled with hearts - 現在非常美麗 - 很美麗 - 算是禮物 - 我們來到長期的這個 就是這個海鷗 新的一個館 新開的這個月才開幕的新館 你們要吃飯也可以來這裡吃 這個購物中心就在這個 Nakasaki Eki的旁邊 它是用這個紅磚的外觀 它就是跟車站連接在一起 然後在碼頭車程大概十幾分鐘 然後它的美食間有很多在地的特色美食 像我們要去吃這個大阪 長期最有名的這個和牛 本店是就晚上才開 對 而且如果那個沒定位固定可以去 對 它有心在一間就是比較小間的 然後午餐就吃不到 住在二兒彷彿已經聞到和牛的香氣 就是這家四十二 長期和牛美味大吧 期待期待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長期和牛的 德仇 牛舌很厚一片Q彈的感覺 對 都咬勁 好好吃喔 牛肉的香氣很濕 所以它在它吃得很厚 口感很好 然後很香 現在先來吃這個 牛肉刺身 這是生的喔 然後它這個是可以沾芥末 你看你不要芥末對不對 對 你是要加芥末才會好吃 這個 它不是油花很多的那一種 我們那天吃的一個馬肉自身 油花比較多的 這個油花比較沒有那麼多 很好吃 你看然後 它具體還不像是這種 我那天吃這個馬肉真的那麼深 感覺是有點熟的 但它其實是真的 完全沒有肉的那個腥味 對 冰冰的而已 很鮮甜 但它的肉感真的 不是那種一般那種 生牛肉的那種 軟軟的 還是帶有咬尖尖 它旁邊其實還是有點炙燒過 但我發現它跟你越咬越香 這個肉的香氣就整個 整個在嘴巴出現 變成一個這個 配它的不冷酒 也是包車的好處 我上次自己點都會點錯 你不知道點什麼 小郭就可以幫我們點到我們想吃 之外就是 如果你是自家 你就不可以這樣子 大白天就喝酒 現在吃這個 這個真的我沒吃過 生的牛腥 你有吃過嗎 我很期待它的口感 因為萱萱是很喜歡吃 豬腥腥啊 雞腥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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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個口感很特別 好滑 你看生魚片的口感 可是也沒什麼腥味 好特別喔 這個醬是用荊棘去調的 所以蠻解膩的 沒有吃過這種類似東西的口感 再來吃這個 生蛋黃 做一個壽司 這個好好吃喔 而且有加點醬油去醃 醬油跟它的生肉超搭 然後那邊那個蛋的香氣 就跟那個日本米融合在一起 吃起來很咕嚕咕嚕 必點 可以幫你吃啊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午餐的定食 論到我們的主食了好不好 那就是點了兩個價位 它的A5的長期和牛 一個是沙朗的 它這個比較貴 沙朗比較便宜 這個油花多麼的漂亮好不好 直接吃一口 好幸福的味道喔 我剛剛也覺得很像 真的是幸福的味道 入口即化我的天哪 大阪華的飯可以選大碗中碗小碗 都是比較喜歡 然後我們就點大碗 我們來吃吃看另外它比較高價的這一塊 就是那個沙朗看起來不太一樣 這好像就是牛肉最短片的一個 部位 它咬到後面多一個牛肉的香氣 兩個都很好吃 那如果你要潤爽度的話 這個一入口那個爽度是 就是會有那種幸福感 因為那不吃那個油花就混出來 對那個爽度是直衝腦門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慢慢的哇 它就 對它就慢慢釋放下去 因為它很熱這樣子 哇 滿意 我們來吃這個西紅柿的 通常比較特別 但是它就是比較 牛筋的部位 也還不錯 但是真的很驚豔 所以我們呢 大阪屋 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晚上 沒辦法去它的店 你們來這個 中午才開的 對 所以在這間店也可以 日本最近很流行 像我後面這種黑色的這種 喝酒的店 它就是完全沒有座位 站著喝 走就可以看旁邊的人聊天 講話 晚上的話 就會冷很多 熱酒呢就會比較便宜 來到長崎呢 你們一定要買的 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長崎蛋糕啦 好不好 那菩薩屋是其中最有 像我們來這個海鷗館 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除了可以吃到這些東西之外 這些伴手榴呢 其實呢也都有啦 好不好 你看 河泉屋在這裡 你一站可以構足你 所有的需求 買一個這個給例子吧 拿著蜂蜜蛋糕的奇異卡瓦 我們看來他們的房子很多 都是這樣子 一三二件 這也是有三成的感覺 好啦 我們這一次在 長崎的包車呢 也是找這個 青鳥包車 對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比較過去的 就是CP值非常高 包車實在太舒服了 像看喔 你不用大包小包的 提著行李去等這個公車啊 那如果你是帶著長輩 跟小孩 超級適合 那青鳥包車的事情呢 它全部都會 講中文 不管是 你到日本那邊 它可以幫你在 經電啊 買東西啊 飯店啊 餐廳啊 幫你翻譯啊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成立了一個群組 你就可以在群組裡面 討論說 欸你想去哪裡啊 你有什麼問題啊 客製化你的行程 對完全就是 幫你把這個 自由行的樂趣 保留住了 然後自由行最累的地方 都幫你解決掉了 很多種車款 就是 小型的 然後人比較多的 然後七人坐14人 中小型的巴士 大巴都有 而且它的車子 也很舒服 對我們今天坐的這台超級舒服的 等一下來介紹內裝給你們看 先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車子包車內裝 這台是阿爾巴奧 七人坐的 椅子很高級 是 航空椅 那邊有兩個鍵 這是背的 然後下面是 腳鋼的 如果你有帶充電器的人 就可以充電 前座的椅子 腳踏片一樣可以弄起來 這台車其實 四個人的話會比較剛好一點 因為如果六人還有行李 但像我們郵輪的話 其實就比較沒有差 因為我們沒有行李 對反正 很舒服的車子 讚 現在帶你們來看一下這個 拍照很出色的點 好不好 從這個角度呢 你完全看得出來 長期是依山而見的城市 就像是一個 漫畫裡面的場景 超級漂亮的這個角度 我剛剛萱萱拍幾張大片 我們現在仍來到這個 曲紡神社 不知道蔡已經幫我帶到 那個神社的門口 可是因為我覺得 他的前面這個 接近這邊太酷了 所以我又一個人衝下來 我一定要穿過這些鳥居 才到神社 好不好 現在拍給你看 俊俊已經在樓上等我們了 好不好 曲紡神社呢 就是長期最大的神社 如果你想要拍類似的點 來長期就來這裡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那邊就是神社了 我們看這個樓梯有幾階 好累喔 沒有打算久留啦 就是找一些比較美的拍照角度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拍的什麼照片吧 這是眼鏡橋 眼鏡橋 好不好 它也是一個景點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是一個景點 好不好 反正它就是一個景點啊 眼鏡橋這邊還有一顆這個愛心石 你看有沒有 團說中五隻手放上去呢 大家都可以 開開心心的 一直有情長存 現在走我眼鏡橋 好不好 這是長期的其中一個景點 每個每個不行 有沒有像眼鏡的樣子呢 我們現在人在荷蘭坡 長期其實是日本最早開放貿易的港口之一 所以它在這個港口這附近 有非常多歐式的建築 這間是日本很有外貿易產品的 所以我們現在買一個蜂巫綠 蜂巫綠 蜂巫綠 很嫩 好吃嗎 蜂巫綠也好吃 蜂巫綠就 麩色的 然後甜甜的 蜂蜜還很好吃 那來 南坡這邊可以來吃蜂巫綠 蜂巫綠 大普教堂 我們到了 這裏在古老教堂 大普天主教堂 你們如果有時間可以走上去聖母瑪利亞那邊 拍過來後面的海景就剛好可以拍進去 蠻漂亮的 那我們就不上去了 這個教堂往上走 就是我們要去的 中間這邊有一個轉角的墊 建築的特點 就像這樣子你們看 這好幾棟都是不同人住的地方 你看這個是Glover住的 然後Glover他是誰呢 這邊有寫 Thomas Black Grover 他是對日本產業做出貢獻的人 他就是一個荷蘭商人就對了 日本鎖國的時候只有長期開放 他就算是來這邊跟日本做生意 可能就把一些國外文化傳過來 那所有荷蘭人在這邊 就可能一個人住在這邊 那所有荷蘭人住就圍成一圈 然後這是他們的花園 然後市中是他們的花園 對啊對啊 所以 這邊有現在參觀的地方 格洛佛園區裡面最主要的建築就是這個 格洛佛的住宅 那這個現在是舊世界的文化遺產 哇 格洛佛他的住宅的展望很好 這是我們長期最後一個景點 這是我們長期最後一個景點 可以換很多不一樣這個時代的衣服 哇果然這裡視野比剛剛那邊還要好耶 這個田園很美 看有沒有老鷹在飛呢 老鷹飛上來了 你有看到嗎 像這棟呢也是另外一個人的住宿 像這棟呢也是另外一個人的住宿 然後就到這裡啦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船上了 你看看璇璇 坐在這個陽台上 看著長期的夕陽 超級漂亮的 跟我們長期說再見 掰掰 好那我們這次長期之旅呢 其實我也是非常喜歡 首先那長期很久真的非常好吃 大阪屋真的超級推薦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沒有很多時間在街道上面走 但是我們有在那個長坡拍下來 然後還有在路邊在看著說 其實它真的像是日本漫畫中出現的程式 我不會講它是給那種動漫的感覺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沒有去看到那個長期的夜景 下次可以帶來 下次可以帶來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包車真的是 太舒服了 如果是你郵輪 你想要去很多地方 你一定要包車 因為只有幾個小時 對只有幾個小時 但是而且就算不是郵輪 如果我下次來 帶粒子帶阿嬤 我覺得我今天想好 下次來我還是要包車 主要是你會不會那麼累 然後在溝通上面 什麼的都比較 然後大心力 而且你會有一種安心感 尤其是如果在買票的時候 你都不會知道 所以包車就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那這個輕鳥包車 就推薦給你們 然後長期也推薦給你們 那看我們鹿爾島的行程 請看這邊 然後想看到我為什麼 來一日遊 就是你們做遊樂圈 你們可以看這邊 對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那希望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你看那邊還是要傳染過來 我們下次來還是訂閱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4時